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也叫做五旬节 一旬是十天 五旬就是五十天 英文字Pentecost 来自希腊文 意思也是五十 五十天有什么意义呢? 五旬节源自旧约时代 是古代以色列人 每年三大朝圣节期之一 就是在逾越节后五十天 所庆祝的节日 这个节日也称为七七节 所指的是七个星期 英文名称是feast of weeks 7 weeks 七个星期 七个七天 那请问七个七天之后 是第几天呢? 第五十天 现在我们几乎在上数学课 对吗? 以色列人在五旬节或七七节 庆祝收割 也庆祝上帝颁发律法 那当然来到新约的时代 这个节日就带着更深厚的意义 因为基督徒纪念圣灵 就在这一天降临 若你去算 从复活节主日算起 算到今天刚好也是五十天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 圣灵降临在众信徒的身上 信徒得以更新 教会得以诞生 我们既然提到五十天这个数目 我就多问一个数学问题吧 那请问从新加坡开始 我们的 Circuit Breaker 病毒阻断措施到今日 已经过了几天呢? 差不多五十天啊 其实我们刚刚超过五十天 阻断措施从四月七号开始 上个礼拜二就是第五十天了 弟兄姐妹 在过去这五十天 你的日子过得怎样啊? 很可能喜怒哀乐都有经历过 希望你的喜多过你的怒 你的乐多过你的哀 我和大家共同的一个经历 就是等候 我们都在等候新冠疫情缓和 等候阻断措施放松 等候回到所谓正常的生活状态 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在等候 因为耶稣离开之前 就吩咐他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 这是史书行传一章七到八节所记载的 之前门徒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 在七到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 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其实这段经文也是《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 总结了这整本书的内容 也就是教会怎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把福音传到地极 但是门徒要先等候 要等候上帝的时间 而在这里 形容时候的希腊字 其实有两个 翻译为时候的希腊字是 Kronos 英文是Time 翻译为日期的希腊字 则是Kairos 英文是Season Kronos和Kairos 就代表两种时间观 Kronos的时间观是以量为主 Quantity Time 是以时钟或日历计量的时间 一天有24小时 50天就是50个24小时 Kairos的时间观 却以值为主 Quantity Time 所指的是恰当的时机 是重要的时期 就是说 这个50天是关键性的 是等候上帝介入我们生命的时期 那弟兄姐妹 我们在疫情当下 这些日子 这段等候的时间 是上帝所给我们的Kairos时间 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生一次的经历 来更新我们 那我们愿不愿意把握时机 来领受圣灵 带给我们的更新呢 今天的经课 我们将从三个层面来解读 来了解圣灵的降临 及圣灵的充满 对我们有何意义 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更新 第一 圣灵带来新的开始 第二 圣灵带来新的力量 第三 圣灵塑造新的设体 第一 新的开始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层面 a new beginning 新的开始 圣灵的来临 让信徒 让我们重新经历神 与神相遇 a new beginning through encountering god 为之更了解这一点 我们要先明白 这个事件怎么震撼当时的犹太人 那记得 当时候大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 对于犹太人 五旬节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庆祝收割庄稼 收割初熟麦子 另一方面纪念上帝颁发律法 律法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在西乃山上颁发的 那是凯罗斯的一个时刻 摩西代表以色列人上西乃山去遇见耶和华上帝 去领受上帝颁发的十诫及其他的律律典章 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吗 出埃及记十九章叙述 山上有雷震、闪电和密云 脚升盛大 当时吸乃全山冒烟 山的烟气上腾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这是以色列人与神相遇的时刻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情景又如何呢? 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 这些都发生在西乃山的经历 这些都富有标志性 象征神领导 众人能够与神相遇 众人在那日聚集庆祝五旬节 纪念古代以色列人 怎么在西乃山与神相遇 那这些人忽然经历了第二次西乃山的经历了 只不过这一次的经历 神不但降于山上 降于一个地方 或降于一位领袖如摩西的身上 神的灵竟然降于每个人的身上 这也牵涉到圣灵在旧约与新约的分别 在旧约 圣灵的领导是选择性和暂时性的 为着是力量给一些领袖去施行圣功 今天的旧约经课是一个例子 神的灵领到摩西 以及协助祂的七十个长老 其他百姓没有领受圣灵 但是在新约 圣灵的领导是普遍性和持久性的 任何信主的人 包括各国的人 也都能够得着圣灵 就如今天经课提到约尔书 就在末后的日子 神的灵要浇灌在万人的身上 换句话说 活在新约的我们 比旧约信徒更能体会上帝的同在 因为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若第一次西乃山的经历 是古代以色列人 做上帝子民的一个起点 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第二次的西乃山的经历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遭犹太人以及外邦人 成为上帝的子民 也让这些人能够得着圣灵 能够与神相遇 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圣灵的降临开启了 救恩历史的新篇章了 弟兄姐妹 你希望有新的开始吗 希望你的生命开启新篇章吗 可能你面临多年的困难或挣扎 可能多年的罪残扰着你 可能疫情促使你重整你的生命 可能你还没有信主 可能你渴望一个新的开始 全新的开始 出于与神相遇的经历 我们在上主日刚纪念 魏斯里约翰亚德门的经历 上帝怎么触摸他 使他的心中异常温暖 使他的灵命焕然一新 今天圣灵也能够更新我们 给我们新的开始 我们无论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 还是还没信主 我们也需要被更新 上帝要透过圣灵来与我们相遇 今天你渴望与神相遇吗 在神的恩手中 你的第五十天 可以成为Kairos的一个时机 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圣灵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开始 是因为他赐给我们新的能力 A new empowering 而这个新的能力 不但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让我们成为 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A new empowering to bear witness for Christ 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二个层面 圣灵带来新的力量 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回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耶稣应许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 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弟兄姐妹 谁算是合适的见证人呢 我们可能太熟悉见证这个词 几乎每个主日都听到 就可能没有什么去思考 见证的定义 或许我们认为见证等同于传福音 见证和传福音有什么不同呢 若我们多一步去了解 见证 to witness to testify 这个动词 怎么在圣经中被使用 甚至在我们现代社会中 带着什么含义 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见证人 必须有的缺少不可的 就是亲身的经历 亲身的经历 设想在法庭里面的见证人吧 若法官询问一场车祸的见证人 而这位见证人讲了一大堆话 最后澄清 其实车祸发生的那一刻 我根本都不在场 我讲的这一切 只是一些推测而已 那你说这个人算是见证人吗 见证人必须在场 见证人必须亲眼目睹 必须亲身经历 这个人所分享的才算是见证 对吗 一样的 当我们说我们见证基督 我们的见证是否见期于我们亲身的经历吗 我们就不要把见证基督看为与传福音完全等同 严格来说 传福音是见证的一部分而已 若自己没有先经历神 无论我们传福音的技巧多好 也不算是见证 真正的见证具有两个条件 一 经历福音 二 传讲福音 那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新的能力 也包含这两方面 这两者 使徒形状二章都有强调 圣灵降临 众人因圣灵充满而讲起方言来 说起别国的话 用众人的相谈来讲神的大作为 所以圣灵赐他们能力 讲说神大作为 之后也赐彼得能力讲道 向众人解释这些事情的意义 同时 在场的人都亲身经历福音的美好 都经历圣灵所带来的转化 最明显的就是 十二个使徒的转化 从害怕胆小 甚至背叛耶稣的一群人 竟然转化成为属灵的勇士 愿意为主来摆上他们的生命 彼得所讲的到 重点也是要劝勉 要邀请众人接受耶稣基督 亲自经历福音的大能 彼得提到先知悦耳 提到圣灵普遍性的降临 其实最终是要借着悦耳的话 来发出一个邀请 二十一节说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接下来彼得也讲了一篇道 宣扬拿撒勒人耶稣 犹太人所钉死的这位耶稣 为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 果然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杂心 彼得就劝他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他们的罪得舍 并领受圣灵 结果那一天 约有三千人受洗信主 五旬节是犹太人庆祝 收割庄稼的日子对吗 想不到当圣灵降临 那一天 众人所庆祝的收割 就是灵魂的庄稼 是仁义的果子 这显然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恩高彼得的口 圣灵打动众人的心 总之 圣灵彰显能力 是要转化人的生命 使人克服罪恶 使人归向上帝 让他们成为福音 真正的见证人 一样的 今天 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也成为 真正的见证人 第一个降临节的收割 是出手的果子 从那时到现在 这两千年以来 圣灵继续在人的心中动工 促使非信者相信耶稣基督 促使信徒继续在主里面成熟 见证基督 我今年参加基督女良办的课程 非常感恩 因为透过同学们的分享 得到大大的鼓励 特别是在聆听大家的救恩故事 就发现圣灵 怎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动工 有些人经历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甚至经历神迹启示 有些人经过多年 逐渐被圣灵感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无论如何 都印证了圣灵转化生命的能力 弟兄姐妹 我也鼓励你 不如也回顾你自己的救恩故事 或信心旅途吧 回顾圣灵怎么引领你信主 又怎么在信主后 不断来帮助你改邪归正 你甚至可以与你的家人彼此分享 希望透过回顾与见证 圣灵过去在你身上的作为 你就更寻求 更渴望圣灵继续 在你的生命中来动工 那请不要小看圣灵的能力 不要以为我们来到一个阶段 就完全不能改变了 无论是围着要克服罪恶 追求圣洁 或者要受装备来服侍主 圣灵都能够赐给我们新的能力 当我们不在乎圣灵的能力 我能够想起这个画面 就是孩子跟父亲一起去购物的时候 孩子一直要用自己的零用钱 来买东西 我想起这个例子 因为自从我的大女儿进入小学 我们就给他零用钱 那假如故事中的这位孩子 他的零用钱不够 买不上一些东西 其实在场的父亲 能够直接给孩子多点钱 或替孩子购买那样东西 可是孩子可能没想到 可以请爸爸帮忙 或可能坚持要用自己的零用钱而已 最终钱不够用 money not enough 这是一部梁志强的电影 对吗 money not enough 今天我们是否也觉得 power not enough 力不够用 力不宠心 要改邪 要改邪归正 要顺从 耶稣基督 要见证耶稣基督 却不能 是的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肯定不能 但是就像故事中的爸爸 与孩子同在 我们在天上的爸爸 借着圣灵 也随时与我们在一起 能够赐给我们新的能力 圣灵不只是一股力量 圣灵更是神与我们同在 当然爸爸有主权 神有主权 圣灵要怎么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结出怎么样的上果来 给我们怎么样的属灵的恩赐 是祂的主权 我们深信祂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们要信靠祂 我们也千万别小看祂的能力 是的圣灵能够带来新的开始 新的能力 最后圣灵也能够塑造我们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圣灵的降临 可以算是教会诞生的日子 当天三千人受洗 简直是洗出一个大教会来 这个新的信心涉体 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其实社体的成员都是普通的人 他们不是社会中顶尖的人士 他们是平民百姓来的 在经文的记载 他们被称为加利利人 在以色列人当中 加利利人是乡下的人 是无名小族 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 更不用说 但是这些平凡的人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同心合一 这些平凡的人 展现非凡的合一 而这出于圣灵所带来的更新 因为当圣灵降临 他们就怎么样呢 就讲起方言来 而且大家听得明白 圣经别处提到周边人 听不懂的方言 如哥林多情书 在这里呢 所记载的方言 却是周边人听得懂的方言 因为个人都听出 他们生来所用的相谈 那之后 当这个新的色体开始聚会 十足形状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 也记载 他们完全同心合一 凡物公用 天天同心合一 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来用餐 来赞美神 这样的色体 有何等的吸引力 主就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可见 这个新的色体 达到一种超越语言 或超越文化的一个合一 这正是以创世纪巴别塔的经历 完全相反 巴别塔的事件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当时的人 要靠着自己的力量 建一座塔 塔顶通天 达到上帝那里 为要宣扬 传扬自己的名 上帝就审判他们 他们原本用一样的言语 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 彼此不同 他们就成就不了什么 就分散在世界各地 现在圣灵降临的时候 上帝似乎在扭转 之前巴别塔的审判 人不必登天 反而是圣灵降临 圣灵又带来更新 让讲不同语言的人 能够彼此沟通 能够同心协力来成就大事 不是来传扬自己的名 乃是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所加入 所属于的信心涉体 在这个圣灵降临节 在疫情的当下 但愿我们能够继续同心合一 来帮助彼此度过这个难关 并且向世界来见证耶稣基督 巴别塔事件和圣灵降临的事件 唯一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最终人们分散到各地 但是在使徒行传 这是一个有目标的分散 为这来见证基督 把福音传到地底 目前当我们都分散在自己的家中 我相信圣灵不但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来动工 圣灵也让我们有爱的联系 在基督身体里面有合一 圣灵的更新能够超越言语 能够超越文化 能够超越地理位置 巴不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更能够在疫情当中展现合一 透过上网打电话 互相保持联系 互相关怀 今天不如联络一位 你自从疫情开始就少联络的 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 去问候他吧 我们线上的大团圆或小组 及圣经班的聚会 也请你来参加吧 让我们彼此保持联系 彼此关怀 好 让我们在疫情当中 做一个富有特色的群体 更好地来见证耶稣基督 让我来总结 再过几天 政府会渐渐放松阻断措施 报章上一直出现的一句话是 New Normal 新的正常状态 或新常态 意思是我们的生活不能恢复以前 是病毒之前的正常状态 弟兄姐妹 圣灵所要带来的更新 也能够让我们进入灵敏的新常态 是更效法基督 更容神一人的常态 圣灵能够在疫情中 带给我们新的开始 让我们与神相遇 更亲近神 更认识神 圣灵能够带给我们新的能力 让我们见证基督 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来跟从主 有恩赐来服侍主 圣灵又能够塑造我们 称为新的射体 彼此关怀 同心合意来为主发光 你渴望领受圣灵的更新吗? 别浪费这样的一个 Kairos的时机吧 让我们把握时机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圣灵要只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带来更新 让我们同心祷告 圣灵啊 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领受你要带给我们的更新 但愿这疫情所带来的 Kairos的时机 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见证人 一起来为主而活 一起来为主发光 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大自力